你好,我是莉莉,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闫丽梦牛到什么程度 竟然使得诺奖委员会要提名三项大奖给他 在9月17日,郭文贵先生在GTV的直播中说 诺奖委员会要提名闫丽梦博士 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三项大奖 另外两项奖项是生物奖和医学奖 使他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包揽三大奖项的候选者 诺贝尔和平奖,我们不用说了 严利梦博士用病毒真相唤醒了全世界 拯救全人类,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那再看看生物奖和医学奖 严利梦博士有什么样的成就 能让诺奖委员会也要给他提名这两个奖项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严利梦都发表了什么样的论文 在2020年的5月4日 严利梦博士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我们都知道Science和Nature杂志是世界上两大顶级的学术期刊 它在Nature上发表杂志就说明 它的这个论文是非常非常牛的 它在这篇Nature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是病列第一作者 它的论文题目是SARS-CoV-2 也就是这次的新冠病毒在经常处中的致病和传播 这篇论文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 关于冠状病毒的论文 第二篇是在2020年的6月1日 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 2019冠状病毒病 轻度和重症病例的病毒动力学 这篇论文的引用率非常非常的高 再看第三篇 2020年7月28日 严利梦博士在路德社的节目当中爆出 还有一篇是关于SARS-CoV-2的论文 是与别人一起合作的 很多实验和数据都是严厉梦弄的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它已经逃到了美国 所以在论文发表的时候 就把它的名字给抹去了 这个就属于学术欺压 我们看一下在Nature杂志上 还有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论文有多牛 我们看一下在百度和知乎上是怎么说的 说20年前一篇Nature的论文 可以妥妥的中科院的院士 10年前一篇Nature的论文 可以成为长江学者 现在因为院士和长江学者的位置已经满了 如果现在在Nature上发表一篇论文 可以做国内大学的教授 博士生导师 但是做清华北大的教授 可能性不是很大 但是做其他大学的教授 就完全可以 所以在Nature上发表一篇论文 再加上香港P3实验室的工作经历 闫丽梦博士想要移民美国 随时都可以移民 根本不用办正批 所以有些人说 闫丽梦博士在美国攻击中国 说这个病毒是来自于 中国武汉P4实验室 是中国军方的生化武器 就是为了正批 是为了移民美国 纯粹就是搅浑水的 这些人根本就不懂 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学术圈 根本就不了解Nature杂志 在学术界的地位 另外还有人说 闫丽梦以前发表论文 都是关于眼科的 闫丽梦博士 本来他就是双博士 一个就是临床医学的眼科 他是可以做眼科医生的 只是他不喜欢国内医院的氛围 后来又读了病毒学的博士学位 去了香港大学的P3实验室工作 做临床医学的眼科医生有多牛 多少人想做还做不上呢 在澳洲我们知道 看一个眼科医生 只咨询10分钟就要200多刀 一个小时的手术要6000刀 这只是给医生的 不是给医院的 因为我老公做过这个眼科手术 我就知道这个价格了 当然最后都是保险公司赔偿报销了 这么好的职业 闫博士都放弃了 一是说明闫博士有多牛 再度一个学位 根本就不成问题 二是可以看出来严博士是多么不喜欢国内的环境 就想离开那个地方 我们再看一看 严丽梦博士做金仓储实验是有多牛的 在2020年的7月15日路德时评节目当中 路德说 严丽梦博士为什么在香港P3实验室的资格很高 因为港大P3实验室 本身就是冠状病毒研究排名第一的实验室 不是谁都可以进P3实验室的 进入P3是要考执照的 P3实验室又分为两个屋 一个是做细胞实验的 另外一个是做动物实验的 做细胞实验的不一定能做动物实验 因为做动物实验还要考一个执照 也就是说做动物实验的级别要更高一些 因为做动物实验是非常非常难的 蝙蝠女石正丽 她就是做动物实验的 但是她是做大型动物实验的 她是做猴子实验的 不能做小型动物实验 因为做小型动物实验 尤其是金仓鼠 各个器官都是极小极小的 是很难找到 很难下手 做这个手术成功的 是非常非常牛的人 才可以做仓鼠实验 做仓鼠实验 要一针就要扎到金仓鼠的肺 还要解剖 严厉梦博士曾经做过一次 玻璃小仓鼠眼睛的视网膜的实验 还要把视网膜的血管给拿下来 当时在港大 没有人能做得了 所以这次的实验 严厉梦一下子就震撼了港大 在安全保卫和设施级别上 武汉P4比香港P3级别要高 但是在人才上 尤其是在冠状病毒的人才上 港大P3实验室是最牛的 像我们熟知的管一 袁国勇 P4的论文都是分析数据的报告 不能出动物实验报告 不用说国内 就是美国的很多重要的实验室 都要委托港大P3实验室 帮他们做实验 所有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人 都是在一线做实验的科学家 而不是我国所谓的 只是官显比较高 论资排辈的学术大佬 我们再聊一聊 国家地理杂志 攻击严厉梦的学术报告是怎么回事 首先呢看一下国家地理杂志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本杂志 它是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期刊 主要包括地理科普 历史文化 纪实摄影等 但是在2015年 已经被合并到国家地理核股公司 该集团最大的股东是迪士尼公司 迪士尼呢 与中共是什么关系 就不用我说了吧 也就是说国家地理杂志 在2015年已经属于一个有盈利目的的科普期刊 而不是专业的学术期刊 再看一下路德的博士团是如何批驳国家地理杂志 抹黑严厉梦博士学术论文的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 Science和Nature是国际的顶级的学术期刊 如果能在上面发表一篇文章 就已经修炼成仙了 而路德的博士团呢 看一看他们都是什么样子的 关博士在Science杂志上是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论文 Nature杂志上是第二作者发表了一篇论文 胡博士是美国最顶级的实验室的科研人员 康教授是Nature的通讯作者 这些人都是在看了2020年119那天 路德时评节目当中 关于冠状病毒会人传人会大爆发的 这个节目之后的话呢 自己回去做了调研做了研究 发现了路德说的这个关于冠状病毒呢 的真相呢是真的 所以呢就加入了路德时评的节目 看一下这些个博士团是怎么批驳国家地理杂志的 第一点 严博士在论文中没有说RATG13来自实验室 以前说过RATG13是石正利杜撰出来的 根本就不存在的 而国家地理杂志说 严博士在论文当中说RATG13来自实验室 第二条 严博士在学术报告当中没有说新冠病毒感染蝙蝠 而国家地理杂志说 严博士在报告中有新冠病毒感染蝙蝠 第三点 国家地理杂志说 福人梅切尾点各种生物都有 而严厉梦论文说福人梅切尾点只有新冠病毒有 其余的自然界均没有 中共呢就是收买了这么一堆科学家 利用普通大众呢不懂科学 尤其是这么专业的科学 在那里呢发布一些虚假的学术文章 在那混淆视听 由此可知呢 学术界已经被渗透到什么程度 最好的一个办法 我认为就是不要欺负我们大众不懂科学 把所有的香港P3实验室的 马丽克派瑞斯 利欧鹏 包括袁国勇 管毅 还有武汉P4实验室的石正丽 王延毅 郭德尹等人 还有中国CDC 美国CDC 所有的邮件通讯记录都亮出来 别堆测那些个专业词汇 对了 还有包括武汉各个医院医生的 还有WHO的 昌平生化部队的 所有有关命令 报告 文件 邮件 都拿出来 让我们老百姓看一看 全部都放出来 这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不是说病毒起源于美国吗 那么把美国相关机构的那些文件 邮件也全部都亮出来 为什么不敢呢 一个是被中共渗透的 腐败的国际学术圈 非常害怕 中国和香港的那些个 他们之间互相联系的 还有那些个命令啊 报告 文件啊 邮件 那些所有的记录呢 就是实锤证据 他们当然不敢拿出来 不会那么做了 对于严厉梦 莫贝尔奖的三项提名 CCP呢 肯定会去施压 捣乱 就看挪威和瑞典的诺奖委员会呢 最后能不能扛得住 无论最后呢 严厉梦博士呢 能否拿到诺奖 他在我们心中呢 都是拯救人类的天使和勇士 今天呢 还有一条新闻 一名叫王安的 用政治庇护拿到美国身份 后在纽约警局工作的这么一个人 被发现呢 为了金钱 为中共服务 他的家人呢 为中共党员 他已经被纽约州检察馆起诉 或将面临55年的监狱服刑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